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你节目支持Larry 这一节的世界旁白消息,又要谈谈美国和中国又差点有军机擦撞的事件出现 今次都很吻吻吻碎 来自于星期四时,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有一架中国战机在上周,10月21日当时 在南海国际空域尝试拦战一架美国偵扎机 原本好地地,但似乎双方战机超出了安全范围 双方的机翼距离一度接近3米 大家有没有听错,是3米,非常之近 而距离机臂的距离只有6米的情况 在飞行安全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如果我们说到不足3米的情况 如果在陆地的粮度,即公路上 就像两架开架100米的车,但距离只有几寸 大家记住,现在是在玩碰碰车 随时都在说几十个人命 当时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就算你的时间多短也好 所以最后迫使美国偵察机作出规备动作 避免双方碰撞 当然,这件事传出来后也是引起各方怀疑 包括对飞行安全有意识 清楚到飞行上安全的情况是怎样去做 便会相当之雅然 为何中国空军会做一个非常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拦截 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呢? 既然是一个国际空域 也不威胁到中国领兴 领兴安全的情况下 为何要做这些玩命的动作呢? 究竟对机师本身有什么好处呢? 又或者对整个飞行中队或指挥官 有没有失责空间呢? 为何往往呢? 包括中国、俄罗斯等的机师 他们往往都是以一些危险的动作 做出这些行为的动作 去拦截日本、美国等 英国等其他偵察机的行为 往往还是尖尖自起的 为何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 那我们今天也和大家做个佛式 当然其实也会揭示到 例如我们说到解放军、空军 究竟他有没有地方需要再进步 甚至乎 他们的水平可以到国际接轨 始终我们经常都说 他们以美帝为师 如果你和美帝有冲突 就算不是你不对 还一定有地方 可以给解放军、空军做一个借镜 我们今天就做一些分析 和说一下双方的空军 如何可以再提升 他们的非常安全的情况 对,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帮助点赞 如果你给了赞之后 记得按订阅之外 也按下小铃铛 按全部 我们只会更新出街 你就最快的时间收到 说回今次印太司令部的声明 主要是美国的空军 RC-135的偵察机 当时在南海上空 正在做一个偵察的情况 遇上了殲-11 飞到RC-135的前方 距离当时的机避 就是我们的机头 大概是20英尺之内 真的没有提到实数 20英尺之内 即是我们计算 大概是6米的距离 所以变成6米的距离 当然我们就这样想 6米也有些距离 但如果我们真的要计算 在空中相遇 始终和陆地不同 在陆地有个轮胎 始终刹车也有摩擦力 在空中可以令大家距离更多 以及双方受到外力的差距会差一点 但空中会有側风 会有其他气流 影响的东西就受到太多了 而双方的走斩位比陆地要大很多 所以20英尺 其实我说真的 如果放在陆地里 可能是1米的距离也没有 我们经常说 跟车就不要太贴 每个驾车的司机记得 驾车时对着前面的司机 即是前面的车要1001、1002、1003 这样去数 3秒的距离 可以让你做到一个应变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在20英尺以来 是1001至1003的机会都没有 有美国军方发言人也有表示 我们也相信 这个发言人即是John Kirby 殲-11曾经距离RC-135的机翼 是连10英尺都没有的 10英尺都没有的距离 就是我们说3米都没有的距离 大家可以计算数 如果在陆地上的距离 是用串算的 可能前面的车开100英里 即是160-170公里 后面的车开得这么快 大家都像赛车那样 除非每个人都是输迷高 想着我炒到你便会赢 除非是这样 否则正常安全驾驶的情况下 你不可能这样驾驶 大家都像F1的赛车那种速度去驾驶 而且双方距离是以串计 如果这样的话 双方的领队也不会看得过眼 而赛会也会警告两位车手 但始终在国际空域之间 没有这些国际仲裁 所以要靠双方自律 所以今次美国印太司令部强调 这个不安全的机动 其实受得太危险 所以最后如果你追过来的人 既然开到这样 有另一个人便要避免他 所以RC-135 采取了规备的措施 去避免碰撞 大家都要记得 RC-135这架偵察机 始终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一步 所以它要用慢机避免一架快机 其实大家都能想象到 那个危险性不是小的 在这些情况下 理论上应该一架快机避免一架慢机 但在这些情况下 慢机避免一架快机 某程度上都会有风险存在 当然大家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上网找回 即是美国印太司令部 发放出来的影片 大概不够一分钟 让大家看到 当时的CIM-11 距离的RC-135 即是窗户拍出的距离 事实上 你都可以将CIM-11的 气动外形 外表所有东西 包括挂的一支弹 全部都是具世无为的看完 甚至近一点 你连机师都会见到他 说起今次的CIM-11 很多时候 我们说战机 飞到禁止 偵察机 等等 其实也有一个武装威胁 即是示威的情况出现 我有很多武器 在一个大只佬夹在你旁边 有什么事 你整部机的人就不需要 所以我们也轻轻看一看 上面的武装主要有四飞飞弹 四飞飞弹有短有长 包括短程的 就是Pickick-8的飞弹 Pickick-8的飞弹 这支会有少少少像我们平常说的 ARM-9 Signwinder 在尾射的飞弹 它大概在几公里的范围 可以发射 至到3至50公里的格斗范围 一个属于短距离 用红外追踪 即是用热能源去追踪对方 然后锁定攻击的一支飞弹 Pick-8的飞弹 这支飞弹的来源都没有什么秘密 来自以色列的毒蛇3 这支飞弹Python3 老实说 以色列是光明正大 用一个价钱 总之是合理的代价 将它卖给中国 主要因为以色列也得到 美国飞弹技术的支持 所以它研发出的东西 最后它也想收回成本 中国也间接得到 这个不逆百的技术 也令它间接拥有了AIM-9 即是当时AIM-9这支 格斗飞弹的短距离前途技术 另一支飞弹 比较详细 我们叫做Pick-12 这支飞弹 比较详细 它的攻击范围大概80至120公里 这支飞弹的能力 大概和美国的AIM-120C相对应 它唯一是半主动的雷达制度 现在有传说它是用全自动的雷达制度 即是射后可以完全不利 但我们相信Pick-12和Pick-15在功能上 除了射程上 我们相信在电子制度上 都会有一个分别 所以Pick-12来这样 都会被逐步淘汰 例如大家看到新的战机 例如我们说到殲10 即是殲10C 殲10D 殲16 不同的新战机类型 或者是殲20 其实都是会缓装Pick-15 Pick-12都会慢慢退下历史舞台 当然这两支飞弹 就告诉你们 攻击你继续有余 基本上这飞弹 当然如果它真的要使用 Pick-12打是不适合的 因为本身没有这样的距离 就算用Pick-8 也要再墮后一点的距离 去再做攻击 所以理论上 真正如果它要攻击 就要用它的机炮 用它30mm机炮来攻击 理论上是绝对足够的 因为机炮 大家从机身上 不太轻松 所以我们经常说 可以让人看到你的肌肉 所以明显的 这些飞弹就是它要展示的肌肉 就告诉美国的征扎机 你再不走 我们可能会给你的肌肉 你看看 说起 凡是美军 即是飞行的这一组 例如EP-3E也好 P-8也好 等等 其实它上面 都是有大量的工作人员 除了有两位的领航 飞行安全 对美军来说 一向是重视的 所以今次出声明 一点也不奇怪 但我们也会看到 今次似乎未见到 有中国机师 在这架RC-135前面 做一些更危险的动作 例如翻滚筒 似乎未在片段里看到 或者未有美军 其他发言人 陈述看到这些危险的动作出现 似乎 中国空军都已经比以往更加克制 似乎 中国在拦截上 始终都有他们很难的经验之一 以我 即是对国内 即是他们一些不同的媒体 或者他们一些军工 里面的分析情况 即是多年的经验 他们对驱离 其他的战机 即我们叫叛飞 驱离 他们有别于国际空间那一套 即是包括 其中一个第一步 就是内切入对方的航线 慢慢去和对方的机体靠近 这个就很熟后面了 然后就会给大家看看 即是让对方看到 你上面有什么机构的武器 例如我们看到导弹 这个大家是不是很熟呢 今次也是 如果这样也无效 有时就会穿过对方的航线 可能会飞到你的航线前面 飞到你的航线前面的时候 因为你的引擎会产生一些气流 这些强大的气流 会扰乱对方 我们叫喘流 会对飞行来说 会产生危险 这些有没有试过呢? 当然有试过 例如我们说 以前B-52都试过 前面有架苏30 突然飞到你驾驶仓的前方 然后急速来转弯 强大的气流 的扰乱 当然会对B-52都有少少影响 至少对飞行员的一刻 心理的震撼 都会带来飞行质素的影响 潜在危险 这些始终都会存在 但是这样是未完的 如果这样飞 对方还是继续不理你 继续飞行员 他们可能会发放干扰弹 或者我们说是日光弹等等 这些情况 这些是相当危险的 亦有机会会实施翻滚筒的动作 或者会有警告性射击 或者会放一些车 即我们说 一些雷扑条等等 大家发现好像都试过 去到最后就真的将你击落 如果对方有些飞武装的飞机 真的趕不过去 但大家会见 例如之前澳洲市出了一架P-8 中国这边出动了一架殲-16 再出了一个拦截 然后当时的拦截 又是飞到很近 翻滚筒应该没有 不过最后飞到它的前方 即是说吃它的气流 这个就一定出现过了 但继续这样飞之后 它又放出我们说的TRACK 这些TRACK 其实最后都会被飞行引擎吸收了 吸收了之后 如果万一碎片的TRACK 因为都是铝箔条都很小很小 本身软身一些 但否则在卡住了 飞机引擎的情况下 导致引擎死火 死机 其实是会产生飞行安全问题 P8上当然有数以十计的飞行人员 工作人员在里面 有很多人命在里面中间 之前亦有试过加拿大的飞机 亦受到中国飞行人的干扰 或者以往也有试过其他的 拦截P8也好 RC13也好 或者其他国家军机也好 这些不专业和危险的动作 可能是反映美军 或者我们反映其他军队 和中国解放军在飞行安全意识上的不同 其中一个我都觉得相当危险的一个 就是争取军功的问题 大家都看到 山头文化在中国空军 其实就相当明显了 我们经常说什么大队 里面欠金头盔 其实是常见 老实说 如果军队里面分不同的中队 还有他们的文化 如何飞行人员 其实问题不大 不过如果 最后大家以军功行先 飞行安全摆后 这件事我就觉得不能接受 因为始终军队来计算 当然有没有军功是重要的 但如果你连飞行安全也妄固 第一你妄固了 你们飞行员本身自己的安全 你很难建立到飞行的文化 和你很难令飞行员安心 每一次和你出去作战 其中一些我们看到 包括在飞机的情况下 如果出事的时候 很多时飞行原来是选择救机 而非自行弹射离开 当然近年也有改善 但以往这种救机文化 其实当然不是代表 在西方内没有救机的行为 但你会观察 他们的protocol是相当清晰的 就是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什么时候要弹射 什么时候要救机 全部有一个很清晰的指引 但中国那边似乎 如果救机也不试一下 马上就弹射 或者你觉得在自己的安全上 行先多过其他部队的利益 这些就不能够所接受 之后他的军类生涯 也很可能是这样先的 所以这些文化 其实就不太好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时你和外国军机的距离那么近 首先先不要说对方安全 就算你自己解放军的飞行员的安全 其实往往都构成一个很大的封建 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就算飞行员来计 可能你敌我的飞行安全意识 认知也不是特别高 如果你的认知真的够高 其实在签16那次 你就不会对着P8在后面 第一 你突然飞去前面 然后另一个情况 就是你放你的磊帛跳 因为磊帛跳 当然你可以干扰到对方雷达 是真的 但释放距离 绝对应该有一个严格的限制 应该是要再远一点的释放 最重要的是 你这样释放的情况之下 对方的引擎很有机会 会吸入这类拼跳 就会产生问题 我相信 解放间飞行员未必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即是会觉得你死你事 你死你贱 如果双方都是以这样的态度合作 其实是没有什么飞行安全可言 因为始终现在都是祸行时代 不牵涉到那些什么 你死我亡这些国家的存在 就算是我们说开战双方 乌克兰俄罗斯 很可能双方的飞行员有这种想法 但中国和美国或者澳洲和加拿大 绝对不应该是这种灵和思维 在国际之间 大家应该是互相极力保持克制 保持合作 双方要以安全行先 在一个这么大的海域上的运作 其实才是对双方的利益最大化的 所以你说如果在不侵扰中国的领空和领海范围之下 随意地驱逐对方的军机 以及用一些不专业的手段 以及有机会危害到对方的军机结构安全的情况 令到他墮海最后出事 这个是严重不负责任 幸好这次P8的情况是没事的 否则对方亦可以说你是攻击澳洲的资产 空中的资产空中的领土 对方追究起来 因为你外交部都吃不了 兜着酒都搞不完 说到这里 其实大家可能都会猜到一点 包括飞行员为什么经常都要这样做 可能在后面就是军纪的问题 军纪散缓 你说如果飞行员本身 如果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支不是叫军队 这支叫雇佣兵 但作为国家的飞行员 相信他们是需要听从调道 飞行员也是不例外 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的飞行员 他们本身自主的情况 已经比美国和北弱低了 所以他们是需要听从基地地面指挥的调道 但是往往做出格的行为 我们会想一下 第一个情况就是 会不会是地面指挥叫他们这样做 但是做这么危险的动作 叫你这样做 感觉又不像大人叫个小孩 去对方家长面前搞搞震 实在是有失一个大国的风范 所以我们可能将归类为 飞行员前线的飞行员 可能他们的军技比较散缓 所以不停在基地的调道 擅自作出一些危险的动作 当然以往都有视觉 你说后面有什么精神作祟 例如有些英雄主义 冒险精神 这些浪漫的飞行员自己的情意结 其中我们说到以往90年代 试过的 就是前苏联还未瓦解 驾驶一部 即是苏27这些側位战机 去拦截 当时挪威是一架的征扎机 当时有个叫巴伦之外1010 就用他们的垂直尾翼 尝试做一个翻滚筒 后在对方的肌幅下 切开一条长长的线 就会吓走对方 但老实说 这些事情做到做不到 技术果然是一个问题 运气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要素 你看到垂直尾翼 撞散 但如果整个撞散 就直接飞机要实力控制 但撞得太少 便戒不了对方 所以大家观察 这部机当时戒得挺深 但对战机的结构 未造成致命的影响 它也能安全地飞回前苏联的空军基地 当然这样去吓走对方 罗威这个偵察机的队员 当然是反过来回家 事实你是真的吓走对方 不过实在是用命来降飞 当然这个飞行员 最后回去被惩罚 降职 但最无文化就是这里 中国流传就是这些机师 去到最后明降暗声 又升回他军阶 在这些情况之下 就在军队树立一个非常不好的文化 就是我们俗称的英雄主义 搞到这个暴室的机师 反而成为人民英雄 每个人都想效化巴伦茨爱手术刀 巴伦茨爱手术刀 巴伦茨爱手术刀 大家在国内的军武圈里面 传得很厉害 也在赞扬这种精神 但是大家看到 美国和北弱他们是不会鼓吹这种精神 就算大家提到托金也好 Mavrik多疯狂也好 他都不会做这件事 你就知道 其实他们心里面 对飞行安全多差也好 他们心里面始终也有一条底线 所以说到这里 如果你说连飞行员都没有关系 只能够说 可能是在辽机 就是我们说的飞行偏队里面 飞行中队的指挥官的问题 按住那些链 就在中间出事了 所以可能是飞行中队的指挥官 失责了一个问题 做到这样 当然是说 翻滚筒的动作 这些危险的事情 你真的没有做 当然可以这么说 苏尔7 或者殲11 这些执位家族 衍生的战机 他们的机动力是很好的 但你不要经常考验 战机的机动力 因为这个绝对不符合 在战斗的时候 这些花巧的东西 绝对不应该出现 另一个情况 大家应该还记得 就是说2000年的时代 当时 美国的一架EP3 过来海南附近 抵紧的政策 不过还保留在国际水域以外的情况 而之后 中国的一架千八 其实当时的两架千八 其实是奉命去拦截他们 奉命拦截他们的时候 其实是好地地 两架的拦截 根据以往经验 一飞飞下 对方也会走 但大家也知道 最后的事件 有一位中国的飞人原本 王伟 飞得实在太近了 他中间有没有做翻滚筒的动作 已经无从考究了 但我们知道的事实 就是他的掌机当时看到王伟 就是跟EP3E做了一个碰撞之后 他的垂直尾翼就不见了 大家也知道 即使我们说的千八 其实随着尾翼就只有一价 如果随着尾翼也没有了 那一定的沢面失控 当然飞机就失控 螺旋式向下跌 机师王伟就弹射成功 不过最后也找不回 叫做壮烈为国牺牲 令这架EB3E要降落海南凌水机场 被中国拆散 拆散零件去研究 逆向工程成为今时今日的高新计划 包括空气500 我们说的KQ2000 这些反潜机 这些运作 大幅提升了中国的空气 电子水平 但是这件事 都是真的有死的觉悟 但问题是 当这个心态 如果在你的军中不断离弱 即是每一次 每一个飞行员被牺牲的时候 其实他的价值 就是被其他的价值去取代 所以每一个飞行员都是可被牺牲的 最重要是你的牺牲会否换到价值 你说这件事 究竟对飞行员本身 心理压力会带来什么情况 所以这又是一个不好的循环 又会去到最后 争取军功的情况 又令到他们的英雄主义 崛起了 亦令到飞行员的军技不听 因为他们本身自己 亦没有安全的飞行意识 对家更加不需要为他们负责 指挥官有时都禁止他们的情况 所以这些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恶性循环出现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时间冠军飞行员 根本缺乏了国际沟通能力 我们说缺乏沟通能力 当然不只是说语言的能力 就是说英文 其实这部分他们也有大幅改善 问题就是他们很少参与其他国家 就是他们的联合演习方面的问题 例来去去都是中国俄罗斯 例来都是中国泰国 中国巴基斯坦 所以缺乏了对美国 日本、韩国或者北约等等 其他先进国家之间 协调和沟通能力 所以面对着对方的轰炸机、偵察机的时候 很多时他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 所以他们都不会太清楚 在国际之间遇上的时候 那个准则应该是怎样去拿捏的 飞行员分练的时数也不足 就是我们说 很多时在中国都是80至80多个小时 其实都是大幅提升 但往往都是不足够的 那连我们说普通的基本的机控 基本的控制面 或者是战机 或者是战术的涵量都不足够的时候 就更加旺论 在飞行意识 和国际安全之间的培养问题 这个我真的不是太想说 但说真的 如果去到这样的情况 那就可以说给大家听 就是空军的战力水平 似乎是十分参差 例如我们说到空军的战力水平 就是在任何情况之下 你都要保持克制 因为如果万一有任何插枪就火 导致有任何大致的发生 其实已经是国家安全的层面 所以大家发现 很多各国的空军 其实他们都有一条戒条 给自己 就是不可以开第一枪 因为你要开第一枪的情况之下 很危险 但如果你说中国 虽然他未必会开枪 但例如放车架 放逸光弹等等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被对方 视为一个严重挑衅的情况 可能都会被对方 视为你开第一枪 那个情况出现 或者你去撞对方的军机 其实也都视你为一个攻击的对象 所以开第一枪 就不一定是枪 只要视为一个攻击的动作 都可能是被视为开战的行为 如果你说是因为一个大头虾的飞行员 搞到国家陷于危难之中 这个飞行员就万死不辞了 但也可以这么说 平时有些教官怎么教他 所以空军战略的水平 其实真的要有待提升 究竟他们要怎样去告诫他们的飞行员 经常都有那一句 就是说他们不怕人 即是不拒战 不怕战 但我想说 不是不怕 即是不拒 你应该好像世界各国 是避而不用 很多事情 你警告对方 有很多种方法 包括以文明人去做沟通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不能避开了语言上的沟通 而直接用你的身体肢体动作 去表示给对方看 你有多不满 这种被人的感觉 就像什么呢? 就是你参与一个国际高水平的会议 你去表达任何不满 你都可以用语言去表达 但如果你不用语言表达 你下次就拿自己的肌肉出来 然后就用肢体动作 告诉大家 你自己多强大 这个都只会二少大方 所以说到最后 通常在这些事件上 如果我们纯粹看个别的情况 可能你会觉得 中国的解放军 可能是纯粹质素不到 等等的问题 但我们都会做一个总结 即是看到 现在解放军 他们的训练上 有没有一些地方 是做得好 或者做得得足的情况 例如我们看到他们部队之间的竞争问题 飞行员的安全意识 似乎不足够 尤其是双方的安全意识 飞行员的军纪 他们的战略水平 缺乏了国际演战的参与 都是令他们的视野会低一点 也缺乏了国际栏水平 就是他们最后 我们会看到结果出现 所以慶幸 今次这件事就没有事出现 但是这些情况 就是我们说 三米都不足够 就等于大家幻想 两架F1的赛车 其实他们的距离 根本可能连三寸都没有 这些情况之后 胎状态 立刻就会制成危险的情况出现 以往我们说 国际之间 即是基与基之间的距离 最少都要保持15至30英尺 大概5至10米距离 而今次当然 3米都没有 大家看到 其实在空中擦撞的风险 有多高的水平 好,这一节 我们就来到这里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 听完之后 可以吸收到相关的情况 另外,大家也可以帮忙 看广告,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 记得按铃铛 也可以考虑订阅我们的Patreon 会员频道 支持我们的广东话 军事文化的发展 另外,也可以除完货金 包括银行 Payme和转速快 海外网友可以透过PayPal 或者YouTube的功能 例如Superchat Superfanks等等 支持我们 记得多点留言 like和share 我们的节目给其他朋友 好,我是我们的节目主持Larry 大家在其他的 占卜和防卫消息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